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从这边去找 一定要变清单 那我刚刚是用年的名称 那年的名称是选取这个范围 在这个窗格输入年 如果你要存取的话 按F3 它就跳名称出来 这个方式的话非常重要 后面很多地方 我都会希望你把范围变成名称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用范围 你现在或许知道 但是你过一段时间 你就忘记那个范围是什么作用 那你如果把它定一个名称 将来也按F3 或者一看那个名称 你也知道这个是什么用途 会比较有意义 否则的话一个范围 如果你不给它一个名称的话 存取上面当然就会有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产生下拉清单 那这个是做固定的 所以可以写这样子 这个方法也蛮方便的 其实当然里面还有很多 如果有兴趣同学自己再玩玩看 再来的话如果要产生那个1到42的表格的话 1用Column 不过Column向右向下全部都1到7 为什么 因为他只会参照到你现在的除辰格所在的篮 是哪一篮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向右向下的话 那我这一列第三列的话 那我不要加上7的倍数 OK就0倍了 那下面这个的话呢 就7的1倍 因为总共有7天嘛 OK然后1倍2倍3倍 所以这个逻辑的话怎么行 加上什么呢 几倍 那几倍的话你可以用Row 所以我这边直接用打Row小刮虎 它会抓到现在在的列 哪一列呢 第三列 那这个时候要不要加上7的倍数呢 不用 所以你把它直接减掉 减要先减 有没有 Row减3意思是说 我把现在所在的列数减掉 减完之后剩多少 0嘛 有没有 现在第三列嘛 3减掉3 那不就0 0乘上7 乘上7的话 还是0嘛 所以意思是说 第三列的时候 不要加上7的倍数 那如果你再向下一列 4 4如果减掉3的 多少 1嘛 那不就加1倍 5减掉3 2乘上7 2倍 3倍 有没有意思呢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这个逻辑很好用 因为很多地方以后都这样用 甚至可以把它当公式 把它记起来 以后你要产生什么表格 马上可以产生出来 因为如果你这个表格 把这个数字做出来 以后你要存取其他地方的资料 到这边来的话 都可以这样做 那什么地方会用到 后面还会用到 这样检视 查询资料 把另外一个范围的资料 查到你现在这个范围 也可以用类似的概念 把它凑在一起 OK 所以检视跟参照 然后来试一下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按打勾之后 向右 这个时候还是1到7 向下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 加1倍 有没有 再向下 加2倍 那向 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其实 并不难理解 但是这个还蛮好用 因为很多地方 反正就有点像背公式一样 以后的话 就大概套用一下 就是你有几篮 你就乘上几 这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 好 第一个我们数字表格产生 OK 好 那所以1下拉清单 2数字表格 可是问题位置不对啊 那我要怎么样 刚好 如果我今天选了一个 2017好了 像这个月 假如选了7月 6月好了 那我希望将来看到的 那个 就是刚好1 就是在礼拜4 然后产生的天数 就是30天 OK 然后当然你如果 去跳动其他月份 或者其他年 它也会自动去改变 那要怎么做 首先你可能要解决 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 本月 是哪 这个 就是这个月的起始日 指的是什么 2017的6月1号 可是问题呢 我要怎么样把20176月1号 变成一个完整的日期 如果你要把它变完整日期的话 上个礼拜有用过 一个叫Date函数 Date函数主要是什么 YMD 年在哪里 在这里 月在哪里 在这里 日的话呢 起始日嘛 第一天 OK 按确定 有没有 2017的6月1号 好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用Date函数 所以Date函数主要做什么 格式化成一个标准的日期函数 OK 所以一定要靠它 你不能说你用那个字串 把它串在一起 2017斜线 什么 6月斜线 然后再串一个1 那串完之后是一个文字 它也不是数字 如果要真的变成 变成一个日期的话 一定要用Date函数 这个是关键哦 这个可能要有个概念 也就是经过Date函数 做出来的 才会是一个标准的日期 那如果标准日期 才能做什么 做后来后面的运算 按确定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本月的结束日 意思啦 其实简单讲讲 应该这个有点 应该是 这个月有几天才对 反正意思是说 讲白话一点好了 这个月 这个月有几天好了 这样应该比较好懂 好 6月有几天 30天吧 可是我不能说30天 自己打嘛 不行 如果它如果7月 那不就 你要再改31吗 所以我们怎么 可以得到这个讯息 用哪个函数可以做出来 其实我又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可以用什么呢 下个月的期日 减一天不就好了 有没有 那我们下个月的 下个月的同一天 是哪一天 我们可以用哪一个呢 上个礼拜有用过吗 E day 对不对 下个月 这个相差一个月 7月1号嘛 对不对 那7月1号怎么样呢 把它减一天嘛 那不就是6月30号 对不对 那我就知道 可是问题 如果这个月有几天 那我可以怎么样 等于 等于什么呢 这个日期 减一天 好 打勾 但是它回来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数字 没关系 你把它格式化 成日期 6月30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30 年跟月我不要 那怎么办 最后 只要得到日的话 还记得吧 我们上个礼拜要讲 YMD嘛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减下来之后 然后插入函数呢 用Date 因为我只要 这个年月日 这个日期里面 年月日里面日 所以你可以用Date 然后把它贴上 按确定 有没有 30 但是 它因为 这个格式是日期 所以它是做一件事 怎么样 把格式改为通用 否则的话 你看到的讯息会是错 有没有 30天了 那如果当然你把它改成什么 7月份会怎么样 有没有 2月份 有没有 你会跟着动 有没有 OK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在做什么 第一天的位置 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 上个礼拜有讲过 上个礼拜有讲过 week day week day OK 然后哪个这一天 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用week day抓 这个本月的起始日 因为我将来如果在4的话 那我就应该把它花1234这个位置 OK 按确定 好 那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三个阶段 所以基本上应该懂吗 本月起始日 就是这个年月加1 那这个月有几天是由下个月减一天得到的 然后呢 第一天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用week day OK 这些好像上个礼拜都有用到 只是说可能各位要对这些熟悉 综合的应用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刚刚讲的这个 其实还有我刚刚我在云端上 放了另外一个方法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叫什么呢 eo months eo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缩写 e是什么 end 结束 o是什么 of month end of months 什么呢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嘛 所以你可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可以给他这个 这个月 你跟他讲说 这个月的 所以 month的话就是零就可以了 就是同一个月份的最后一天 好 那这边的话按确定 他回来的话一样会是一个数字 因为他回来的 把你把它改成什么日期 有没有 2月21 最后一天就是2月28 但是我只要什么 他的日的日的部分 所以怎么办 你可以在外面包一个day 有没有 或者你直接插减一下贴到day 可以吧 好 打勾 那这个再按右键 出现格式 转为通用 有没有 28天 这个是方法二 OK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假设有问题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 我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 刚刚讲的 这个 下拉清单 还有呢 方法一 方法二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主要 重点一是产生数字表格 OK 1到42 第二个是产生我们后面要产生万年曆需要的相关的算是参数 总共重点会有三个 一个是今天就是使用者选取的那个日期的第一天是哪一天 第二个可能需要知道是这个他选取的这个月份有几天 那这个产生今天做什么 因为我将来 因为我是1到42 那如果大于结束日那一天的后面的日期就不要显示就把它删掉 然后呢第一天的位置呢 主要用week day 主要用途是我要把1移到哪个位置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把那个一个年曆给做出来 我刚刚做的总共会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那个e day 算下个月减一天 再取得day 另外一个是用e all months 两个方法其实都可以了 是多互相互对方说 的 是多互相互优调 安全 люд 是多互相互